为了抗议缅甸政府军对洛开邦的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展开种族清洗 我国数以百计的穆斯林今天下午聚集到缅甸驻吉隆坡大使馆外抗议 他们高举标语和海报如要求缅甸停止屠杀罗兴亚人 并谴责种族清洗为战争犯罪 大马穆斯林联盟主席阿米尔接着代表示威者提交备忘录给大使馆代表 她不应该等待在美兰或其他地方进入的照片 她是美安马的总统 她应该保护少女士 即使在这国内的少女士都被保护了 所以她应该保护10%的罗兴亚人 镜头转向泰国首都曼谷 缅甸驻当地大使馆外也可以看见好几百人的示威人潮 示威的穆斯林促请缅甸政府 不要再迫害当地罗兴亚穆斯林 同样的示威场景也出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当地多个穆斯林团体号召上百名教徒到大使馆外抗议 希望用这种方式能施压让缅甸政府改变立场 示威者希望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书籍领导的缅甸新政府 能彻查罗兴亚人遭种族屠杀 以及罗兴亚村落和房子被烧毁的事故 联合国难民署指控缅甸政府军不但开枪射杀罗兴亚人 还强奸妇女纵活抢掠 迫使不少罗兴亚人越过河流逃亡到孟加拉 但孟加拉拒绝开放边境 并要求缅甸尽力阻止罗兴亚人偷渡越境 人道危机随时爆发 不过缅甸政府和军队都否认对罗兴亚人展开种族屠杀 NTV7综合报道